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阿贝兰 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我们继续来谈俄罗斯的事情 那么现在呢 这个普利哥金啊 这个去向沉迷 然后呢 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少一谷啊 也开始出来视察部队了 但是这个地位呢 是岌岌可危的 那么普利哥金到底到哪里去了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去带兵要去攻打基辅了 从目前他们这个假装进攻莫斯科这条线 突然之间转到了俄罗 这个乌克兰东北部这个地带 我个人感觉非常有可能要去攻这个基辅这一带 吸引这个基辅这边的这个守军 然后呢 给乌克兰很大的压力 因为我个人感觉所有的部队都集中在东南部的顿巴斯地区 在这里打仗呢 显然是不合理的 背后必须也要通过从这个俄罗斯这一带 跟乌克兰东北带接浪这一这一片 向直奔基辅而去 这个才是重点 这个才是重点 那么这个呢 是玩 这个是普利哥金的这个去向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的 现在呢 西方媒体又在那边炒作 说这个人去向成迷了 不是一个迷 人家就是在跟你们玩表演呢 如果你到现在还不相信这是表演的话 那我说你这个人 你也是没救了 你也能好好地要去学学这个世界历史 学习俄罗斯的历史 那么我老并想说一点啊 今天呢 你不能 你不相信这是双簧 不相信这是表演 你一定要明白一点 你不能用今天中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强人政治式的 中央集权制度 去理解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我们举一个很恰当的例子 首先第一个 俄罗斯啊 在我们的这个印象当中 它是好像就是普京一个人说了算 对吧 但是你要明白 俄罗斯的政治制度是什么 俄罗斯它是总统制 但同样的 俄罗斯的整体这个国家制度是 俄罗斯叫俄罗斯联邦 全程就叫俄罗斯联邦 它是联邦制的 跟美国一模一样 但是跟美国还有一个区别就是 美国只有州 和特区组成的 但是俄罗斯有什么 俄罗斯还有自治共和国 它是更加松散的 一种联邦制 所以说 在我们看来 如果说车臣 这样的国家在这里打得 不可开交 这样的地区 那早就被我们中央政府给灭了 还允许你卡德罗夫存在吗 还允许你车臣的存在吗 显然这是不合理的 那在我们看来 国格 国本 这是不能随意动摇的 不能拿首都的安全 安危和领导人的威信 去表演的 为了达到一定的战略和战术目的 去表演 对我们来讲是不可想象的 这就是我们长期的这种 中国人的这种思维 我们这个国家 民族长期实行就中央集权制度 所以我们想问题 是以我们的 基于我们的历史 我们来去思考问题的 但是人家俄罗斯人是不一样的 俄罗斯人 你要知道 他们的左脑很发达 对吧 搞出来很多的这些 什么第一颗人造卫星 第一座火电厂 包括这个大飞机 等等等等等等 对吧 很多这个重工产品 他们都搞出来 这个是他的左脑比较屌 他的逻辑脑比较屌 那么还有一个呢 俄罗斯人 他们的右脑也很发达 俄罗斯人 他的这个艺术界 对整个西方 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 你比如说 我们讲的 俄罗斯人 他们是很抽象的 为什么叫抽象 今天西方 应该说油画 全球油画界 最主要的两大派系 代表性的两大派系 一个是像 这个 莫奈 他画这个向日葵 对吧 画这个罗纳河上的星空 这个就属于印象派 印象派现在就谁吗 是一大流派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像毕加索的画为主的 卖这种天价的 毕加索的话 为主这个抽象派 抽象派 它发源于俄罗斯 是由俄罗斯的著名画家 也是理论家 艺术理论家 康定斯基 奠定的这个基础 对吧 还有一个著名的画家 把它具体表达成 是马辛烈夫 这就是 你得从这里面去看 去了解俄罗斯人 他们理性的同时 也是非常感性的 今天世界戏曲 这个戏剧 和对电影的演员的 你要成为一个实力派的演员 你不得不去学习一本书籍 一本书籍叫 《演员的自我修养》 谁写的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是现代电影跟戏曲 现实主义的奠基人 也就是说一个 你如何 就是说白了 你如何去当好一个演员 在现代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社会 你去如何当好一个演员 你必须要去 要去看他的理论 他的体系 所以说毛子 对吧 他们既理性也感性 所以他们很多的这个行为 是你我们中国人的大脑 是大部分的人 是很难去理解 他们的政治 他们的社会形态的 这个 你去俄罗斯玩过你就知道 大部分俄罗斯人 很多人 他都是会搞点这个什么小调 有的时候会跟你谈谈这个艺术 你看他长得五大三粗 或者有些俄罗斯大妈 百油筒兮兮的 腰像百油筒一样粗 他们年轻时候很好看 但是岁数一大 甚至小孩 如果不注重身材管理的话 他们就是像百油筒一样 但其实是这样 他们还能也就是跟你谈谈这些 艺术的东西 这个你在俄罗斯待过一段时间 或者你谈过俄罗斯女朋友 或者是跟俄罗斯人交往过 男朋友或什么 你会发现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特点 对吧 所以说通过这种对他们社会的一定的理解 我今天就能够得出这个判断 我说他们就是在表演 因为这就是俄罗斯人的性格 对吧 所以说你接触过他们 你就能够知道这一点 所以说你通过这些艺术 包括你看在音乐领域 对吧 也是世界三大神之一的 对吧 除了贝多芬跟莫沙特之外 还有一个神谁啊 赤克福斯奇 对吧 他的这个体系 音乐体系 也是 今天西方 也可以说世界这种 西方音乐的三大支柱之一 所以说他们在任何在绘画领域 在音乐领域 在表演领域 这三种最主要的艺术体现形式当中 他们都是什么 殿堂级的人物 都是他们这个民族 包括我曾经听过 一直以来 常年排行世界钢琴第一的 俄罗斯游异的犹太人 就叫叶弗盖尼基辛 他弹的那个钢琴曲 我在莫斯科大剧院 我是听过的 非常屌 他也是受他们这种影响 他一个犹太人 他也能受毛子这种影响 他表现出他这种艺术形式 所以说你今天 所以我一直都说 我说拿中国的那些历史典故 什么安禄山 安史之乱 什么什么 董卓进京 这个东西 你中国的历史 去套在俄罗斯身上去 我觉得这个是 完完全全是 牛头不对马嘴的 这他妈的个逼 就是鼠头变鸭脖的事 这个绝对是 不要去这样子去 用我们的历史 去套在别的国家 和民族和文化身上 那是行不通的 所以我看到这样 下面有这样的言论 很多网友都表示 不要拿中国的历史 去放在去理解他们 这个是正确的 就像美国 按照我们的理解 你特朗普搞这个事 最后美国国会众议院 众议长在指挥军队 去把你给控制起来 去评判 那简直是大逆不道 难以想象的事情 对吧 所以说这是 老朋友跟各位讲的一个重点 英国总参谋长 瓦格纳佣兵恐冲白俄进攻 基辅 俄罗斯瓦格纳集团领导人 普利戈金 辉军禁逼莫斯科又撤离 整起叛变行动 仅持续24小时 在白俄罗斯斡旋下 普利戈金与瓦格纳部队 据称将前往白俄境内 前英国陆军总参谋长 丹纳特示警 乌克兰因提防瓦格纳 用兵从白俄境内 对基辅发动袭击 达纳特25日 告诉天空新闻网 普利戈金前往白俄罗斯 这一事实令人担忧 他说如果普利戈金 在自己周围保留了 一支有效的战斗力量 那么他将再次 对距基辅最近的乌克兰 侧翼构成威胁 基辅是战争开始的地方 达纳特提醒 俄罗斯很可能利用 瓦格纳集团 试图再次占领基辅 昨天的余震 将持续一段时间 他指出 既然如此 这场加来而止的兵变 并没有直接的赢家 普京的势力肯定大大虚弱了 俄罗斯军队陷入了 某种程度的混乱 我没有看到任何混乱 这又是西方在这里扯淡 俄罗斯国防部长 在瓦格纳兵变后 首次露面 自俄罗斯准军事组织 瓦格纳民兵 民兵同意返回积极 并停止向莫斯科推进以来 俄罗斯国防部长 邵伊古周一 首次公开露面 这个邵伊古 我看到他的面相 非常的老 非常非常的老 路透的消息 在俄罗斯国防部 周一上午发布的一段视频中 希尔盖·邵伊古 与一名同事乘坐一架飞机 在扎帕尔德军事集团 管理一个指挥所 接受报告 我该视频没有声音 也不清楚这次访问 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俄罗斯国防部电视台报道 希尔盖·乔伊古 表现得很平静 健康状况良好 正在与俄罗斯上校 尼基弗罗夫 讨论乌克兰前线的 这个当前局势 在导致瓦干纳控制 南部军事总部的 兵变之前 被认为 与俄罗斯总统 弗拉西米尔普京 关西密切准军事民兵组织 布里戈金要求 将希尔盖 邵伊古和总参部长 交给他 以恢复正义 所以说 我说这个什么 亲军策 这种说法 也是特别扯淡的 亲什么军策 对吧 军什么策 亲军策 又是中国历史的 一种典故 所以说 不要拿这种东西 去放在 那个妈的毛子身上 毛子的历史 也够不上 这些 历史的这种 沉淀 同样的 他们有他们的思维 所以我就说过 你不要拿中国人的思维 去看他们的这个事 那你是会陷入 很大的一个误区的 好吧 所以说 现在 就是矛盾的漩涡当中的各方都亮相了 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立陶宛的恐惧 立陶宛 若瓦格纳进白俄罗斯 北约需加强东部边境安全 立陶宛总统在俄罗斯拥兵组织 兵变流产后警告说 如果白罗斯同意接纳瓦格纳集团 首脑普里哥金 北约一定要加强北约东义的安全 位于波罗蒂海东岸的立陶宛 东林白罗斯 边界与俄罗斯加利宁格的周界了 北约分为下个月7月在立陶宛举行 然后呢 这个 立陶宛就显示出很害怕 因为立陶宛也派出了 他的正规军 穿上乌克兰的军装 在乌克兰和瓦格纳参加战斗 但是被瓦格纳给打残了 所以他们心里对瓦格纳是很恐惧的 瓦格纳据说要去的这个白罗斯了 那么 在我看来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调兵浅将啊 这个调兵浅将的动作 给你演这么一出戏啊 普京 很好的贯彻了斯坦尼斯拉夫斯纪的 演员的自我修养 把你们都给骗了 人家的妈的这个 为什么还有人会不相信呢 妈的第一次瓦格纳在这个顿巴斯前线 已经表演过一次了 说不给弹药啊 指着尸体骂 血还是新鲜的 怎么怎么样 那个视频也证明是一个摆盘 最后不是乌克兰又上轨道了吗 最后把剩下的 巴赫姆的95% 还有5% 也给解放 有前车之鉴啊 有活生的例子摆在面前 还有什么不幸的呢 啊 我觉得不幸的呢 真的是啊 你你你你那个思维啊 要好好的 要要要这个改变改变 去学习去学习不同的文化 啊 那么还有最后就是 啊 俄罗斯也讲得很清楚 取缔瓦格纳 那是给北约和乌克兰送大礼 当年时间6月23日 俄罗斯发生瓦格纳事件 经过了一天 正常叛乱戏剧性的平息 未来俄网格纳雇佣兵集团 究竟何须何从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 安德里卡尔塔布塔洛夫 接受俄罗斯商业日报采访时说 俄罗斯需要一部用于规范私营军事公司 活动的法律 国家杜马正在研究 是否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起草相关法律并实施通过 他也说 瓦格纳集团的未来命运 稍微确定 但没有必要确定瓦格纳 否则最将会给北约和乌克兰送上大礼 他指出 各方认可 瓦格纳是俄罗斯战斗力的武装力量 但所有问题都是由其领导层挑起 因此有必要更换其领导层 而该集团的士兵并没有做错任何事 他们只是听从上级的命令 啊 所以说呢 这个事件到底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扣去来看 但是呢 普京呢 他一定是在贯彻演员的自我修养 办公室里那么多记者 全程在拍摄他如何处理危机的 如何坐怀不乱的 如何表演这个淡定的 这东西你跟我说不是摆拍呢 那这是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 谢谢各位支持